本期担任吃鸡 快银制作了一个附魔村民 并因此得到了一把强大的附魔弓 他能凭借这把武器再次拿下冠军吗 游戏开始 这次快银比较好运 恰好出生在丛林神庙的上方 这意味着他能抢夺仙机搜刮奶的箱子 果然这种地方的竞争非常激烈 快银拿到了部分的物资之后 果断离开了奶 随后发现了一处不错的矿洞 于是撸术制作了普通石岗 然后通过不断挖矿收集材料 最后升级为冶炼岗 这一步很重要 可以节约之后烧矿的时间 另一方面 这个矿洞真是个风水宝地 不仅有自然矿产 还有人工矿井 这让快银收集到不少必须的物资 将这里洗劫一空之后 快银再次离开 再回到地面的途中 又遇到了岩浆 还挖到了两颗钻石 这让他萌生了制作附魔台 并搞出一把力量三附魔弓的念头 这武器在这个游戏中 可是个大杀器 他还可以选择 合成一个附魔村民 这个村民一般都会给出顶级的附魔装备 但是作为材料之一的发光浆果 很难收集 拿到两桶岩浆之后 快银准备返回地上 但又偶然挖到了一处紫金洞 紫水晶也是不错的材料 快银做出死神镰刀 这是一把传奇武器 快银把他作为备用的选择 随后回到了地上 他现在需要大量的甘蔗 皮革来制作书和书架 毕竟首要目标还是附魔弓 等他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PVP恰好开启了 好在附近没有其他玩家 快银也赶忙制作了铁护甲 在这个服务器上 裸奔可不是明智之举 正当快银准备再多收集一些皮革的时候 碰到了一名玩家 迎来了他本次游戏的第一场战斗 OK I need 10 Oh he's a OK this guy's got a bow Got him He's gonna try running bowing me but Oh I got him 就这样快银将其拿下 虽然拿到了一些物资 但也废掉了自己仅有的几个精品 他用这个玩家的头颅和红石 制作出了战神祝福 并拿到了五颗钻石 这是最幸运的一次空头了 将装备一舔而尽之后 又一名玩家悄然而至 用附魔弓将那名玩家劝退之后 快银加快了尽度 他来到丛林的深处制作了附魔台 并将身上所有的装备一一附魔 最后按照计划 合成出了那位附魔村民 Please give me something good Come on 10 I believe in you Oh my god 结果快银拿到的是一把耐久三的附魔弓 这让他大失所望 还浪费掉了一个附魔台 这运气太差了 他心有不甘 好在手里还有紫水晶 万不得已可以做一把死神镰刀 随后快银制作了追踪之谷 准备通过击杀玩家来发育 在汪汪队的代理下 快银很快找到了一名玩家 He's enchanting so he sees me Okay He doesn't have an enchanted sword right now Okay I'm kind of low in healing So I think I just need to aggro this guy What the heck Somebody got a kill right behind me Okay this guy's gonna bow me But if I can just like clean him Give me that gold Okay 快银困在两个玩家中间 处境非常尴尬 于是掉头来到了地形复杂的丛林 在这里 他可以借助地形发挥自己的优势 Shotan Shotan Made the gapples There we go I also have Halloween candy Alright Whoa What the heck He has speed He has wolf Oh my god He's on 20 He's on 20 He's getting a gapple He's taking any KB Come on Is the guy behind me He's on 13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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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银成功将其拿下 并拿到了附魔台等大量的物资 然后利用玩家头颅 再次制作了战神祝福 让快银惊喜地 竟然拿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力量3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制作了附魔弓 然后再小小地升级一下身上的护甲 另外还有一把锋利3的大宝剑 此时距离决赛圈开启还剩19分钟 快银可并不满足于此 他还需要制作大量的箭矢 以及搞到更多的钻石 当然获得物资最快的方式 就是击杀别的玩家 眼剑打不过快银准备开溜 下好旁边就有一处下剑门 于是快银顺势来到了下剑 但他并没有长时间逗留 很快便又返回了主世界 回到世界没多久 就又碰到了一个装备较差的玩家 就这样快银再斩一人 这一次可真是收获满满 正当他专心致志升级装备的时候 决赛圈开启了 此时场上还剩6名玩家 捕冲了状态之后 快银开始了他的战斗 他先是快步留心来到最中心的物资区域 然后将所有的金苹果一扫而空 随后在场上到处放冷箭 好运气的快银又找到了更多的金苹果 这让他占据了很大颜色 很快场上剩余四人 快银依旧不参加正面战斗 还在到处放剑 这节约了他不少治疗物资 随着战斗的进行 玩家们很快发现了 还有这么一位老六的存在 于是提刀向他砍 不知什么时候场上仅剩三人了 而其他两名玩家 似乎同时把攻击目标 放在快银身上 我带他回来 虽然是以1敌2 但是强大的附魔弓 让快银丝毫不落下风 随着安全区不断缩小 战斗节奏越来越快 又一名玩家被淘汰 现在除快银之外 场上仅剩意 快银能顺利吃鸡吗 这名玩家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 而且手上还有米达斯之间 二人打的你来我往 缠斗了有足足两个半小时 直到快银的金苹果 消耗殆尽 我也是 暂棚的 1-2-2-1 OK I have to just like somehow Hit some big Schultz in Aww dude, he has heads He's on 2 OH MY GOD I was on no healing OH MY GOD 在快音的Hoplight大逃杀玩法中盾牌是被禁用的 这就导致了很多玩家在遇到强力弓箭的时候 变得束手无策 而在今天的第五期大逃杀视频中 快音通过交易得到了一本超强的附魔书 并与弓箭结合出一把超标弓 他能靠这把武器生存到最后 游戏开始 这一次快音选择降落在这座神庙村庄 这一看就是片物资丰富的区域 所以来到此地的肯定不只有他一个 然后... 我拿到... 因为它漏了 然后... 快音搜刮了一番过后 相当于没有搜刮 因为基本没抢到任何物资 但是快音并没有气馁 因为外面的村庄 依旧拥有很大潜力 他可以通过找到图书管理员 来交一道强大的附魔书 拿走讲台之后 快音看到了一名玩家 正在被保安攻击 于是顺手帮他解了围 作为帮忙的酬佬 快音仅仅收取了四块铁钉 快音下一步的目标是制作一把伐木斧 看过往期视频的都知道这是一把收集木头的神器 再加上现在村庄聚集的玩家过多 所以快音选择去地下寻找制作伐木斧的材料 在矿洞里快音收集到了碎石 煤炭和一些铁钉 他先是制作了一把冶炼钩 可以跳过烧制矿石的过程 紧接着又发现了一处废弃矿井 在进入探索之前 又很幸运地找到了一颗钻石 随后快音准备进入矿井 但又遇到了蜘蛛洞穴 他现在血量不高 又没有衬手的兵器 于是决定换得地方进入 之后快音制作了一把铁剑 作为防身兵器 现在快音认为自己有实力 去跟蜘蛛碰一碰 虽然过程有些曲折 但最后还是顺利将蜘蛛超度 他现在状态极差 还没有实物 于是在制作了一个水桶之后 返回了地面 来到地表他 先是制作了一个捆绑包 可以扩展一下存储空间 随后又制作了制箭台和伐木斧 看来他这把就是奔着附魔工去的 可以看到 村庄附近还是有零星几个玩家 此时距离PVP开启还剩三分钟 以防万一快音又制作了一整套铁甲 和一把青铜短剑 这套装备可以在前期应付大部分敌人 玩时快音便开始收集木头 他先是看上了这一棵巨大的参天巨树 心想一幅砍下去 会不会直接把服务器搞崩 伐木斧无法将这个巨树连根拔起 还消耗了不少耐久度 于是快音决定 还是欺负一下旁边的小树 收集到了足够的木头之后 此时距离PVP开启还剩两分钟 于是快音决定立即开始交易 他先是找到了一个戴绿帽的村民 通过放置讲台将其转置为图书管理员 随后在交易绿宝石的过程中PVP开启了 不巧的是附近就有一名玩家 好在这名玩家并不想战斗 于是快音扔出了一块铁钉打翻了他 之后快音交易出一本活使附魔书 绿宝石是足够了 但是快音还缺一本书 将村民妥善安置之后 快音开始寻找甘蔗和皮革来制作书 这一次他准备多制作几本书 因为他说不定还会刷出更多更强的附魔书 在寻找材料的过程中 他还看到了一艘沉船 里面说不定会有好东西 但现在快音只想快点完成交易 图书管理员还在等待着他 材料的获取十分的顺利 快音制作了两本书 并成功拿到了那本活使附魔书 而且现在手里还剩25颗绿宝石 这足够让他完成第二次交易 快音不满足与这本《力量1》的附魔书 于是再次将图书管理员安置好后 去寻找更多的材料 他先是来到了矿洞挖了一些铁光 他想制作铁针来升级附魔 如果能升级到《力量3》 这把游戏就十拿九稳了 他又想到沉船那里或许能找到大量铁钉 于是又去寻找沉船 但到达附近的时候 却发现有名玩家正在岛上收集资源 这名玩家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之后快音搞到了制作铁针的铁钉 并将之前拿到的两本附魔书敲到了弓上 随后又制作了四十支箭矢回到了水面 没想到又遇到了刚才那名玩家 这次快音可不可以让他跑掉 Under...Water? Shot him twice, he's on 29 Dude, what? I can get him hit I can get him hit What the heck What the heck His bow broke OK I have a boat still I can't hit him Shot him, he's on 2 Oh my god Yo, that was a really good shot OK 在这名玩家的掉落物中快音得到了岩浆筒 附魔台 还有不少书 这都是他需要的东西 另外 他还用玩家头颅和红石合成了战神祝福 战神祝福送来的物资是两瓶再生药水 有30秒的效果 之后 通过附魔台又搞到了三本锋利1的附魔书 并全部敲到了钻石剑上 拿到了锋利3的钻石剑 紧接着 在给攻附魔力量3的时候 经验却不够了 好在手里还有些经验瓶 再吊上两分钟半的鱼 凑够了附魔需要的等级 就这样 快音成功拿到了活使加力量3的附魔弓 制作了三颗精品果后 快音迫不及待 要测试一下新装备的强度 他在沙漠碰到了一名骑马的玩家 交战了几回盒后 快音发现附近还有很多别的玩家 强行换血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本想远离此处 但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快音的存在 好在快音手法过硬 一打三还能反杀一个 好在快音手法过硬 剩下的那个骑马的也被快音打得狼狈逃窜 他们你追我赶一直跑到了雪山地形 快音手法加上手中的活使力量附魔弓 竟然将围剿自己的三名敌人全部干掉 此战下来快音也得到了大量的资源 刚刚整理完装备 又一名玩家再次攻暗 这个玩家让快音感受到了危险 因为他通过蛇皮走位 躲过了多次快音的活使攻击 快音面对两个钻石玩家也明显底气不足 于是看看能否逐个击破 在拉开距离之后 快音决定先去解决 戴着斯巴达帽子的玩家 但这时候却收到他的私信消息 请求快音停战 其实快音也并不想跟钻石玩家 拼个鱼死网破 那样的话会在决赛圈前耗掉大量的物资 于是快音决定放他一马 而是进一步升级自己的装备 但是此时距离PVP开启已经近在咫尺了 所以他并没有升级好装备 就被传送到了决赛圈 对于拥有活使功的快音来说 近战并不能真正发挥他的长处 于是他选择不断游走在场地的边缘OB 可以看到快音的策略 就是先远程使用活使功消耗敌人状态 等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使用力量3的钻石剑补刀 快音就是用这种策略击杀掉了两名玩家 他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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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让我看看能够能够 快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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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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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Yeah play ahead here Wood Depth's on 25 but I'm just gonna go for the Bow Shots now 5 他在2 他在2HP 我的天啊 我懂得到的,我懂得到的,我懂得到的 我懂得到的,我懂得到的 噢,我懂得到的 他在3HP 他在4HP 他在4HP 快音本想拿上掉落的金蘋果 但没想到,剩下的玩家 根本不给他喘气的机会 我认识,我认识他有了 噢,我认识他有了 噢,我认识他有了 噢,我认识他在4HP 我认识他在4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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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解决掉一名玩家后 快音拿到了第二把锋利三钻石剑 然后跟自己的那一把结合在一起 拿到了锋利式的钻石剑 而且手里还有20几颗金蘋果 场上还剩3名玩家 快音基本已经锁定胜局了 这个倒霉蛋卡在了树岔子上 被快音白嫖了好几刀 等他挣脱的时候 已经完全不是快音的对手了 而且第三个玩家演义线了 只要解决掉他 快音就能不惯 他其实没有了 OK,24 有点滑 Yip Play ahead 他是第五 他是4HP 他在水门上 因为他可以直接逛 看我可以拿到他 那里吧 我跟我们上去 我不知道在那儿那边去 他又回来了 诶 在快音第六七的大逃杀游戏中 他意外发现了新配方 附魔村民 这让快银搞到了一把石韵附魔满极的铁口 并得到了大量钻石 拥有无限钻石的快银能顺利吃鸡吗 游戏开始 快银在很远处就发现了他的目标降落里 虽然这个建筑规模不大 但是根据经验来说 里面会有很多优质物资 同时来到这里 准备大展拳脚的可并不只有他一位 来到建筑内部 快银直接描上了书架 因为他觉得搜刮箱子的话 可能会因为手速太慢一无所获 不如求稳 书架也算是不错的资源 之后再去搜刮箱子 果然都是残羹剩饭 这里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于是果断离开 在途中他又发现了一处大猎物 于是他准备下地采矿 准备做一个从没有使用过的传奇武器 冰霜法杖 因为这里是冰雪地形 所以会有蓝冰 但是想要蓝冰还需要一把精准采集的狗 正好这个游戏 可以按照这个配方召唤出图书管理员 可以跟他交易出精准采集附魔术 之后来到矿洞不断采集铁矿 顺便制作了冶炼稿 这东西可以省去烧制矿物的时间 随后快银来到了这处矿洞的底部 制作了铁桶 拿到了岩浆河水 这可以用来制作黑药石 他现在就是在收集合成村民的原材料 下一步的目标是金艳瓶 这时候他又发现了一处冰雪小屋 一路下行才发现下面是别有冬天 这里关押着一个村民和一个僵尸村民 箱子里还有金苹果和糖果 好心的快银使用虚弱药水和金苹果 将僵尸村民治疗 然后记下了这里的坐标 准备之后再来交易 再次来到地下 虽然偶然找到了钻石 但是这次的目标是足够的青金石来制作经验瓶 一共拿到了24瓶 紧接着是黑药石 附魔台和钻石键 随后再将身上的所有装备附魔 紧接着挖掘了大量的金钉 并且又找到了一处钻石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挖掉 而是记下了坐标 准备拿到石运稿后再来挖去 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暂时 前提是不被别人发现的话 之后快银准备回到地面 但却意外挖到了一处奇怪的结构 小小略夺了这里的物资之后 快银准备开始下一个目标材料发光浆果 这个在繁茂洞穴才能找到 另外在寻找僵果的过程中 快银还见了点蜂蜜 因为别忘了制作冰霜法杖 还需要制作蜡烛 虽然快银找到了繁茂洞穴 但是眼前这个家伙一直缠着他 于是快银决定先将其解决 再去搜集僵果 之后那名玩家已玩够 快银也顺利进入繁茂洞穴 并很快找到了发光浆果 之后合成了那个幸运村民 请不要 我们已经有朋友了 你知道什么需要做 Fortune 4 就这样快银拿到了一把石韵丝的铁杆 他正想奔向钻石坐标那里 没想到之前那个玩家又追了过来 此时PVP开启 看来真的不能对他留手了 Oh my god, he's right behind me Oh boy I have to somehow kill him What's his name? LittleBub4 What's LittleBub4 on? He's on 16 Okay I can't show him what I'm doing here Okay Oh my god Give me the stuff Just like that,快银白 took a lot of equipment I gave him a lot of钻石 Half diamond Just like that Just like that, dude And I can go mine for full diamond And a million diamond swords 制作了一些金蘋果之后 快银便马不停蹄的 趕往了钻石坐标 不然边界就会缩小了 来到坐标地面 这里正处在安全区边缘 还好没有单个 Oh my god, I found them Yes, dude Finally Two diamonds from the first one Oh my god Another four diamonds How many do I have now? Twenty diamonds 一番操作下来 快银轻松 拿到二十多颗钻石 此时距离决赛开启 还剩五分钟 其他玩家 已经拼杀了很久 快银就参加过一次战斗 而且手里 还没有传起武器 所以他必须 把身上的钻石装备升级一下 最后 拿到了 锋利三的钻石剑 和力量二的弓之后 最后的决赛开始了 最后的决赛开始了 Oh dude, I combined two power one bows together OK I'm just gonna have to go straight for middle I think There's a guy on my left who I can one tap Finn Sick on 22 I think I'm just gonna leave it I'm going for that I need to secure this one dude 快银先是瞄上了这个装备最差的武家 并很快将其击杀 Go for this Oh what the heck He has a minus sword Finn 6 on 7 Go on, let's go 在地图中心处的箱子里面 还有不少好东西 看来死去的那个 就是奔着这里来的 快银将钻石一扫而空 然后继续参与混战 他的下一个对手 是这个手持米达斯之剑的玩家 快银暂时不敌落荒而逃 没想到 另一个手里也有一把米达斯之剑 但是护甲差很多 快银决定还是捏个软柿子 We got him Give me that lighters Please Dude It got stolen It actually got stolen There is just no way Did you guys see how much OK 目前场上剩余两人 已经是最后的决战了 那个南瓜头的米达斯之剑 伤害很高 这让快银不敢正面硬钢 于是选择先远程消耗 同时补充状 How is he this much of a tank? He's on 30 I have to just make this I have to just make this Shot him Shot him He's on 39 Ting a Halloween candy Ting a Gapple Oh my god he's dual wielding my sword Is this some kind of joke? 可以看到 南瓜头都被射成刺猬了 战斗的势头依旧不见 这必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 I literally have to like break his armor It's my only choice It's got a lot there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use? Like literally anything? I don't think so I have 33 gaps And he has a Midas Sword I just don't 但是这个南瓜头 是个真男人 得知快银的金苹果 已经消耗殆尽 竟然主动送上了十几个金苹果 想要与快银来一次巅峰对决 为了表示尊重快银 也展示了全部的实力 I also need like a million water buckets basically Otherwise I'm screwed Shot him He has to be like running out of blocks I wish I just had more levels man I wish I just had more levels man Oh dude He's on 31 Okay What the hell? He's drinking something dude Please do not say at speed 但即使这样快银依旧处于小猎士 只能通过弓箭才能换取血量 Shot him Shot him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gainst that guy Oh man Why did he have to have a shot in this eight-meter sword? 此剑名为米达斯 是重装步兵大逃杀中最强大的一把武器 因为每完成一次击杀 就会叠加一级的锋利 最大可到十几 但相应的制作材料也相当昂贵 附魔金苹果 无疑是游戏中最稀有的道具之一 快银则运气爆棚搞到了一刻 游戏开始这一次 快银选择在一处神庙附近降落 跟普通吃鸡游戏一样 虽然这种地方物资丰富 但玩家数量也是一样 想要抢到稀缺物资并不简单 所以快银选择进入神殿地下收集物资 其中有一把武器小短剑 这可以让他临时用来封身 不太太确实 有可能你能够得到 有些小短剑 所以我们希望我能够得到 好多的东西 这些人可能会死 我能够得到他的东西 噢!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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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就在这地方 是在这地方 岂,石头是我的唯一希望 噢! 快银查看了一下现有的物品 发现手里有几颗颜色不一样的糖果 吃下之后 不仅能回复状态 还会随机得到一种药水效果 另外他还搞到了火药 这意味着他可以选择制作河吞炮 或是狩猎之弓 这两把传奇武器的一种 两者都很强大 但都需要钻石 这里的物资都打扫得一干二净 于是快银决定回到地面 垫脚的方块不够 还可以直接通过在岩浆里游泳爬到上面 因为在游戏开局 火焰伤害也是免疫的 回到地面 快银试图击杀哥哥来获取掉落的钻石 但是哥哥并不给这种小黑子面子 于是快银果断放弃了这个策略 反手驯服了一支汪汪队 来帮助自己去地下探险 他们的目标是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尽量制作出狩猎弓或是河豚炮 但河豚大炮还需要钓两只河豚 现在已经有了羽毛河线 狩猎弓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随后快银制作了冶炼稿 挖到了大量的铁钉 然后一直下探 来到钻石容易刷出的层数 快银在矿井箱子了 拿到了一颗金苹果 还有一些食物 但等他重新打开背包检查的时候 却发现那颗金苹果 竟然是合成米达斯之间的专用附魔金苹果 竟然是合成米达斯之间的专用附魔金苹果 而且快银的运气还没有停止 很快他便挖出了四颗钻石 好在钻石不会被烧掉 但是汪汪兑会 这不重要 此时距离PVP开启 还剩不到一分钟了 快银必须抓紧制作出传奇武器 他的首要目标变成了米达斯之间 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钉和钻石 最后缺少的材料就是石鹰了 于是整理了一下装备之后 快银决定前往下剑 在途中又好运降临拿到了四颗钻石 他本可以制作钻石靴和附魔台 但有了米达斯之间 还有个毛的附魔台 不如再多做一把传奇武器 随后快银进入下剑 PVP也随之开启 不过出门就是石鹰 快银很顺利地制作出第一把传奇武器 米达斯之间 不远处有个玩家正在探索堡垒 快银起了杀意 正好可以献祭他来提升神剑的锋利度 制作了一把弓和钻石靴之后 快银迎来了本次游戏的第一场战斗 好 希望他不见我 这个是个好处的 噢我的天啊 有人死了 他死了 不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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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下来让快银收获满满 不仅又拿到了很多钻石 还让大宝剑的锋利度来到了一级 另外 还有一张附魔台 快银现在附的流油 将装备升级了一番之后 附近又听到了其他玩家的声音 噢 他在那里 他不知道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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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这个弓射刀 不 人头意外 被岩浆怪K掉了 所以 大宝剑的锋利度 这次没有升级 随后快银继续搜拔物资 在这过程中 又听到了玩家死亡时 才会出现的闪电声 来到那个位置 才发现 又一个倒霉蛋 死在了岩浆怪手里 好心的快银 帮他们报仇之后 拿走了他们掉落的物资 将装备小小附魔了一下之后 快银准备回到主世界 没想到在途中 又偶遇了一名玩家 Oh my god Good night Oh D I should have killed them I don't know how I could Rest in peace that guy 之后快银回到主世界 他先是制作了大量的金苹果 这在PVP中 能起到关键作用 随后又制作了追踪之谷 可以让狗子定位最近敌人的位置 快银这样做 是为了尽快 在前期提升大宝剑的锋利度 越早达到十击夺冠的希望就越大 死后 他与那名敌人在沙漠相见 二人不由分说展开战斗 这就是安全 然后我们就去完整的攻击 我们还有PALA2刃 这名玩家看起来绝非善灵 与快银打得有来有回 快银不断设法接近敌人 因为大宝剑的存在 让他在近战中很有大优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要给他一种小的 快银打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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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帮你 我为你 快银打得很快 他以前还没有 啊 那他家族 回到地上 蘑菇头跑远 但后面 却来了一个骑马的小虎 于是 倒霉的他 就成了快银发泄的对象 成功用大宝剑将其击杀 但是快银还是对之前那个蘑菇头耿耿于坏 于是继续对他展开追逐 他们从百草原一直跑到了三位书屋 在这途中快银又顺便解决了一个正在卖谋的玩家 白颂的锋利度谁能拒绝呢 但是最后还是让那个蘑菇头逃走了 快银也终于放弃了追击 暂且留他一条小命 正在他整理装备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蘑菇头竟然还杀了个回马枪 这个蘑菇头打两下就直接跑开 明显是在挑衅快银 自打快银穿开当酷起 还没人敢对他这么嚣张 于是暗自发誓一定要用他的人头来祭剑 最终快银终于将这个烦人的蘑菇头解决 他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 此时大宝剑的锋利度来到了三级 距离最终决赛圈还剩六分钟 他补充了一下金苹果 然后脱掉了钻石甲来到了空旷地形 像以菜鸡的样子吸引蝶的玩家 此时服务器上的玩家仅剩不到六人 他也是找到了许久才碰到了一名玩家 PourDM But if we catch this guy off guard That could be our biggest competition taken down I see him in full diamond right now Oh I don't even have a chestplate on right now Okay let's go to this Oh my god What The heck And the stuff it just froze Are you serious? What? What is this game? I just lost a kill because of that Okay I can go for this guy 此时距离决赛圈开启仅剩不到20秒 要是不能将其解决 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到决赛区域 决赛圈开启 跨因还是没能将其拿下 于是他迅速整理装备 对其他玩家展开了进攻 Dude why do you have a diamond helmet?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need a diamond helmet in this game Yeah but you can ensure a diamond helmet You can't ensure a diamond helmet Oh very good point Yeah we're gonna go for this guy Yeah we're gonna go for this guy 与此同时其他玩家也展开了战斗 战场上仅剩四名玩家 快银先是瞄上了这个装备不太好多玩家 Yeah this guy seems pretty good at the game OK He's on three Do I try and get the Midas sword? Yes dude Sixteen Gapples Oh my god Switching kills with that guy 将其击杀之后 大宝剑的锋利度摆到了5级 另外两个玩家还在激情护卧 这对于快银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补充状态 快银再斩越了 终于来到了真正的决赛 这势必须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势必须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Come on Get the crits Oh dude My armor might actually break I think he's on five though OK he's on five Just keep healing up I must have more healing than him It has to be the case Oh he's on one Are you out of healing? Yeah it's the end Oh good fight Good fight dude GG 终于快银赢下了他第一场大逃杀游戏的冠军 在MC的下界一共有四种堡垒遗迹 其中最富有的是藏宝室 里面蕴含了大量的金块和各种强大的战力品 而第二期的快银担任吃鸡挑战 他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稀有的藏宝室 但是想要拿到物资可并不简单 因为近乎一半的玩家都出现在了这里 这一次快银能否存活到最后 顺利吃鸡呢 开局依旧是正常吃鸡游戏 玩家们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地点降落 快银找到了一处矿洞附近降落 旁边还有一处岩浆池 顺利的话 它会比其他玩家更快进入下界 收集了一些铁和煤之后 快银制作了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冶炼稿 用它来挖掘矿石得到的 直接是矿石冶炼后的成品 节约了大量用熔炉烧矿的时间 随后制作了铁桶 拿到了碎石 刚来到地面不久 又碰到了一处村庄和传送门遗迹 但是村庄的铁匠铺被另一名玩家占据先机 于是快银果断选择去抢传送门遗迹的金块 走近才发现传送门已经被激活 但金块竟然还在 简直是暴殿天物 来到下界 距离出生点不到25米的地方 就是一座堡垒遗迹 快银这一局游戏简直运气爆棚 可以看到 跳进岩浆里的快银并没有受到伤害 可能游戏开局会免疫一些伤害 来让玩家更好的发育 刚要进入旁边 就有个倒霉弹摔死 这样快银白嫖了一些物资 但都是些很垃圾的东西 紧接着进入堡垒内部 这里面果然负得流油 快银不仅搞到了大量的金顶 还有两个钻石护具 这能在前期给他带来很多安全感 虽然PVP暂未开启 但保险期间快银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在PVP开启之前 他必须搞到一套拿得出手的装备和一些金苹果 这两样东西才是这场游戏的生存之本 之后快银绕到了堡垒的另一侧 虽然那边也有玩家 但他却却疏忽漏掉了一个大箱子 这就让快银老哥捡了漏 龙之太刀是一把传说武器 不仅能提供永久的速度加持 还可以通过附魔让它墙上加强 现在已经收集到了一半的合成材料 其中包括最难搞到的合金碎片 就差钻石剑和火焰蛋了 但现在快银的首要目标是金苹果 因为在这个模式下 生命是无法自然恢复的 所以他现在要返回主世界搞点苹果 回到主世界快银疯狂修剪附近的樱花树 最终一共搞到了9个金苹果 这足够他用一段时间了 有了可以保命的食物后 快银再次返回下戒 因为他想要跟猪人交易来获取火焰蛋 随后快银用到了一个小技巧 将远古残骸放入熔炉 再用冶炼稿挖掉熔炉 即可直接得到合金碎片 这个技巧也适用于其他矿物 节约了他不少时间 玩家头颅可以迅速恢复大量生命 并获得速度加成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PVP道具 快银现在手上已经有了两个 快银老哥现在的装备十分眨眼 于是在这附近的玩家 都在计划PVP开启之后将他杀掉 快银也感受到了杀意 所以在非常努力的去获得火焰蛋 火焰炉 Oh my god And the boss No way dude You might die But I still not get a fire charge You might die Yes you might die 虽然没交易到火焰蛋 但却隐蔓了一个蟒夫 距离PVP开启还剩一分钟 这个蟒夫的血量一定被压得很低 于是快银决定在PVP开启之后 先将其杀掉 然后掠夺他的物资 这名玩家似乎也察觉到了 想要炸床炸死快银 但是床的伤害也被禁止了 距离PVP开启仅剩几秒 蟒夫已经成为了快银的囊中之物了 He just fell in bother Okay he's just done for Okay another guy here Oh my god 强大的快银老哥接连击杀了两名玩家 这一站下来他也是收获满满 现在又有了钻石剑 距离传奇武器龙之太刀 仅差一个火焰弹了 之后快银继续寻找猪人 在这途中又与一名玩家碰头 二人不由分说展开战斗 What the heck Oh what the heck Oh no What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 到处都是敌人 Dude they're just fighting He has to be low Gono 快银再次熟认一名玩家之后 他手上已经有五颗玩家头颅了 现在距离龙之太刀仅有一步之遥 但是逛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一只猪人 他们都被杀光了 于是他决定使用另一种方法 获取火焰弹 恶魂掉落了恶魂之类和火药 恶魂之类可以与精快结合得到不死图腾 而火药又是制作出下界反应核的必要材料 下界反应核可以刷出猎焰人 猎焰人会掉落火焰弹 虽然有些麻烦 但总比原地踏步来的好 之后快银老哥回到主世界 很快便收集到了制作下界反应核的材料 制作出来之后挨着墙壁放置 就会刷出下界的一些生物 拿到了猎焰棒 快银离着龙之太刀越来越近了 烈焰粉与火焰和没结合就可得到火焰弹 随后迫不及待合成龙之太刀 另外别忘了这把刀是可以叠加附魔的 如果能搞到锋利附魔术 那样快银在这个服务器上 就能成为顶尖强者的存在 不仅如此 龙刀还能永久提供速度1的加成 每击杀一次就能得到一次传送技能 快银觉得凭借自己的手法 就算不附魔也足够应对敌人了 于是他赶往了地图中心区域 试图击败更多的玩家 如果能拿到附魔台就更好了 在一处蘑菇岛地形快银 遇到了一名护甲一般的玩家 但是他的武器却强得离谱 强大的附魔钻石剑和弓 另外还有大量的金苹果 如果能将他拿下 快银的级别将更上一层 可以看到虽然快银老哥的装备略胜一筹 虽然快银老哥的装备略胜一筹 但是这名玩家的手法也很犀利 而且手上有着数倍于快银的金苹果 快银无法短时间将其拿下 甚至逐渐落入下风 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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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他 他有很多毒量 明显感觉到吃力之后 快银决定开溜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烧 他通过矿洞迂回到了地面 并开始大量收集苹果 刚才的战斗吃扁 就是因为金苹果数量不足 此时距离决赛圈还剩四分钟 果然想要绝对压制敌人 给龙刀复魔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快银不仅没有找到村庄 还没有碰到别的玩家 所以复魔计划也很顺利地失败 之后很快来到了决赛圈 快银一共准备了六颗金苹果 和两瓶抗火药水 快银一只按着这个导迷弹爆纵 在战斗的末尾 又一名玩家也卷入了战斗 快银整理了装备 制作了附魔台 通过两本附魔书 终于给心爱的龙刀 附魔了锋利2的效果 此时场上一共还剩三名玩家 刚完成附魔 刚才那个敌人 就想测试一下效果如何 哦呀 我有我的全力 你甚至没有用G-Head 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不可开交 但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 快银处于劣势 快银处于劣势 最终快银还是输在了没有足够的金苹果的原因上 但愿下一局比赛他能吸取教训 成功吃鸡 由于合成材料稀缺 声波弩被认为是Hoplight大逃杀中最稀有的传奇武器 有两种还需要来到危险的古代城市收集 而快银的第四局大逃杀游戏就找到了这里 这样的话 制作这么一把声波弓会顺利很多 但在这过程中 他却遇到了一名很强的玩家和多知坚守者 他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又是否能生存到最后顺利吃鸡呢 游戏开始 这一次快银选择快速跳伞 并立即收集材料 制作各种工具 他的初步计划 是在PVP开启之前 制作一把幸运吊杆 希望能吊到多一些珍贵的物品 例如附魔书 强大的附魔武器等稀缺道具 要是能吊到两只河豚的话 也会考虑做一把河豚炮 但现在的目标 还是做出最基础的装备 他挖掉了所能看到的一切铁框 这个戴着蘑菇帽子的玩家 同样选择了这处矿洞 作为发育地点 而且一直跟着快银 似乎把快银当做了竞争对手 跟他抢夺矿产 之后 之后 蘑菇头离开 快银用收集到的铁钉 制作了铁桶 他心想 如果下一次再碰到蘑菇头 他就可以使用岩浆 制作一个黑钥匙陷阱 把它憋死 虽然游戏开局 免疫了一些伤害 但是窒息伤害 却不包含在内 之后 快银找到了一处钻石矿 挖掘之前 他还特意回头观察了一下 但很不幸只有一块 之后 快银离开了这里 他认为 现在铁钉已经足够了 在地面 他碰到了一个似乎在挂机的玩家 于是心生一计 决定拿这个玩家 测试一下黑钥匙陷阱的威力 also grab some sand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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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他 我的天 我非常不好意思 好吧 我們現在有個表演 暴力 就是 面子 就这样快银将这个倒霉蛋的物资收入囊中 其中还包括一本十月二的附魔书 于是快银决定放弃制作河豚炮 而是想要制作一把石韵稿 这样能给他带来更多的钻石收益 另外他还收集了一些皮革 因为他还想要制作附魔台和捆绑包 捆绑包可以为玩家提供额外的便携存储空间 之后在森林的深处 快银找到了一处不错的矿洞入口 之后一路下还来到钻石所在层树 给一眼炼稿附魔石韵之后 快银开始了他的挖掘之旅 先是搞到了两个红石 红石粉与玩家头颅结合 可以得到战神祝福 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小型空头 但可是哥哥亲自护送 里面的东西有好有坏 快银得到的是一本保护3的附魔书和16块金钉 非常不错 之后继续挖掘 快银发现石韵对冶炼稿起到了正向作用 掉落的铁钉也会翻倍 之后快银发现了一处类似于人工水源 这让他十分担忧这里是否还有其他玩家 以防万一快银制作了一整套铁钾 和一把青铜短剑 因为距离PVP开启仅剩三分钟了 随着进一步探索 他发现了一些人工放置的方块 看来这里早就被别人探索过了 眼见寻找钻石无望 快银果断选择交住传送门进入下界 随后通过进出传送门来到了主世界的地面 然后一直跑到了靠近地图边界的地方 这样大概率就不会碰到被搜刮过的矿洞 而接下来的发现将会让快银大吃一惊 没想到快银竟然找到了古代城市 如果顺利的话不仅能搞到生多母 说不定还会搞到附魔精品果那样的强力道具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地方有点危险 连续开了几个箱都没啥好东西 这让快银不经怀疑这是不是也被搜刮过 果然这里已经被洗劫过了 伤心的快银兴醒而归 再次选择通过进出下界门的方式切换地点 这一次他被传送到了一处洞穴 而且这里似乎没人来 如果我能找到一瓶的矿洞 我会很疲惯 可能有些人失去了一瓶 我的天哪 终于我能找到五瓶 什么 我的天哪 i know what is going on he's in lava 圆分就是如此的奇妙快银得意的收下了这个人的所有物资不得不说搜刮过古城的玩家是真的服更让人惊喜的是手中的材料刚好可以制作一把生锅米这送快递的服务真的周到就差直接把武器送到快银手里了 得意的快银准备回到地面 此时服务器上还剩11名玩家 如果再升级一下自己的近战武器和护甲的话吃鸡必然是分分钟拿下回到地面快银制作了附魔台并将能附魔的装备一一附魔其中包括一把锋利三的铁剑 另外就像之前所说在最后的PVP阶段金苹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制作金苹果的过程中公平还显示一名玩家死在了龙刀之下 这就意味着剩余的那些玩家装备不会亚于快银 这让他倍感压力随后距离决赛圈开启还剩10秒 剩余玩家为6人快银整理了一下装备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随着倒计时结束 来到决赛圈的所有玩家也进入了乱斗模式 升波弩的威力太过强大 连掉落物都给轰没了 场上还剩4名玩家 快银继续战斗 在躲避攻击的过程中快银竟然又捡到了一把传奇武器 绿宝石之剑 消耗绿宝石即可提升锋利度 无奈现在的锋利度只有2级 快银还是选择使用升波弓和铁剑战斗 此时手持龙包的玩家也解决掉一人 场上剩余三人 之后边界开始缩小 由于升波弩的技能冷却时间太长了 手上还没有普通弓 所以他选择一直游走在地图的边界 尽量与他俩保持距离 随着地图边界越来越小 快银与他俩的距离也在不断靠近 他参与战斗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挖 了解解 攻击 i got my inventory make sure i'm ready to sweep swiftness right there oh my god he's on 19 oh no he's going for me i kind of just crossbowed myself okay barillon's on 26 he's on 41 again i just want to eat halloween candy for now I'm getting very low in healing now Barylin's in 27 随着战斗的进行 快银已经用光了除金苹果之外的所有补充品 这让他不得不主动加快战斗节奏 因为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 23 莫金? where did he even go? OK I'm 22 oh boy I just did not mean to shoot it there 三人势均力敌 而且血量也都大差不差 看来他俩的物资也被消耗干净 接下来拼的就是手法了 this is not good I'm being bored at this might be the end guys Barylin's on 23 oh no he's on 19 don't go for me they're fighting 又一名玩家被击败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1v1决斗阶段 no he's on 18 oh dude GG 敌人的血量也所剩无几 这一局快银吸败 这是快银新推出的单人版饥饿游戏 重装步兵大逃杀 这种模式的玩法类似于我们熟知的吃鸡游戏 游戏开始玩家们会驾驭墨影龙从地图边缘开始滑翔 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地点跳伞搜刮物资 快银也是如此 但是他的第一次开局选择了比较保守的策略 他找到了地图边缘一个人际罕至的哨塔 降落在此地的还有另一名玩家 快银调整角度直接降落在二楼平台 幸运的是里面有食物和武器 这让他有了前期作战的能力 之后再收下外面的干草块和一些石头如做备荣 当然别忘了这附近还有其他玩家 没想到小小的哨塔附近竟然还有两名玩家 不过前期是禁止PVP的 他们无法互相伤害 快银健壮也立马离开了这个地方 因为他也知道这种和平是暂时的 随后来到一处沙漠村庄 如果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 他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 我们再补充一下设定 在这个模式下可以收集材料 制作出各种传奇武器 快银本次的目标就是龙之太刀 可以提供永久速度加成 提供顺翼技能 伤害等同于锋利一的钻石剑 但不同于其他传奇武器 这件装备可以被附魔 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优质的附魔术必不可少 再次回到局内 快银化身掠夺者将村庄里的物资一扫而空 就连看大门的老铁也没放过 最后找到村民 通过放置讲台 将其转制为图书馆管理员 经过不断交易 刷出了一本锋利式的附魔术 就是价格稍微有点昂贵 于是快银决定制作一把伐木斧 可以一次砍到一整棵树 而且制作材料也很简单 有了这把斧头 就可以拿到了大量木棍 这样就可以交易得到绿宝石 接着得到附魔术 挖出碎石之后 伐木斧也应运而生 接下来看一下这把斧头的威力 不愧是专为砍树打造出来的斧头 只不过这个耐久 确实不敢让人恭维 现在快银手里的木头 还不足以交易到45颗绿宝石 而且他手里也没有多余的铁钉 来做一把新的斧头 但是不远处有一处峡谷 于是快银决定做出另一把自定义工具 写炼稿 在挖掘矿产的同时 掉落的矿产会是写炼后的状态 省去了制作熔炉的麻烦 而且所需的材料同样很简洁 有了这把冶炼搞快银 也顺利挖到了足够的铁钉 来制作伐木斧 回到村庄 先跟制剑师交易了到 足够的绿宝石 顺便带上大量箭头 随后找到之前的图书管理员 交易到锋利四幅魔术 但是现在距离PVP开启 仅剩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 他身上一丝不挂 附近还有一个身着钻石甲的玩家 在到处狩猎 这不禁让他汗流加倍 快银下的大气不敢喘一下 好在那个玩家没有来矿洞搜查 快银也迅速挖掉了看到的每一处铁矿 并制作了一整套的铁甲 幸运的是 开局自带的自定义帽子防御 相当于钻石头盔 这让快银更有安全感了一些 随后快银还很幸运地 挖到了四颗钻石 这正好可以制作钻石剑和附魔台 岩浆静在眼前 所以黑钥石也很容易得到 但是制作龙之太刀的材料 除了钻石剑和黑钥石外 还需要下截合金碎片和火焰弹 所以快银避免不了要去下截 在探索过程中 快银又发现了一处废弃矿井 先是收集了不少猪网 以备不时之需 而后用挖到的铜钉 制作了一把铜制短剑 这在前期也是一把不错的战斗武器 最后通过搜刮箱子 得到了一颗金苹果 金苹果能提供很大帮助 因为在这个模式下 自然回血被禁用 所以这种东西必须好好利用 搜刮完毕继续沿着洞穴深入 随后发现了一处紫水晶洞 这里的紫水晶簇也是不错的东西 可以和两个玩家投炉 两根骨头结合生成死神之连 另外骨头还有另有用途 四块骨头可以和指南针 合成一根追踪之骨 可以用这根骨头 喂养狗子来追踪玩家 听起来非常有趣 随后快银交住了传送门 准备进入下界 他的首要目标 还是龙脂太高的材料 幸运的是 离出生点不远处 就是一座珠宝 但是已经被一个玩家 截足先登 快银悄悄潜入 现在只能希望那个人 没把所有的金块都挖走 他可不想在危险的下界 再费功夫 去找另一个珠宝了 快银找到的第一个箱子里 就有金苹果 这就意味着 有很大概率 那名玩家 没有彻底扫荡着 没过多久 还真让这小子 翻到了一个金块 来到珠宝外面 奇怪的是 竟然在这里刷出了烈焰人 我的 well as you guys know 好在是提前准备了珠网 和金苹果 快银死里逃生 不过他也因祸得福 发现了更多的金块 然后迅速补充了 金苹果库存 确定那名玩家远离之后 快银开始交易 就这样 快银顺利拿到传奇武器 龙之太刀 而后制作铁针 给龙刀敲上了 之前拿到的 锋利四副魔术 手持龙之太刀 快银信心倍增 于是决定回到主世界 一展熊资 此时 服务器上剩余玩家 仅有13名 毫无疑问 这13位 也必定不是什么善查 果不其然 刚回到地表 就迎来了主世界的 第一次战斗 注意看此时快银的血量 非常不健康 他可不想以这种状态 去硬钢全套钻石装 于是当机立断 决定逃跑 逃跑途中 快银发现了一处峡谷 于是找到了一个 暂时摆脱追击的办法 暂时安全后 快银快速修剪输液 没错 他要制作足够多的精品 果来 不断为自己保持状态 果然那名玩家 也没有轻易放弃 他爬了上来 发起了第二轮进攻 暂时摆脱追击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这个卡丹 我给你一个机会 他要跑掉 我认为你认识我的刃 WHAAAA Oh yes Being a murderer is great Oh god Okay you're ganging on Oh my god That is a strong sword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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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 pretty strong bow Yeah it's power 5 Oh no WHAAAA Okay I don't like this forest I think I love this forest 这场战斗持续了足足两分半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眼界没法顺利拿下对方快银 选择战术撤退保留物资 而那个龙头玩家 也决定妥协向快银提出了交易 Okay you know what's over What's I will give you an offer If you give me like two bones I will let you go I have enough or will pull How about I give you two arrows to the head Well those are two arrows One Two Three Four Oh my god 龙头被快银射成了刺猬 暂时撤退 但同时也放下狠话 说再给快银最后一次机会 交出龙刀 不然就将快银 拥有传奇武器的事情 招搞天下 映如我们快银老哥自然不会堵贤 于是这场争执也不欢而散 随后快银决定制作追踪之谷 准备主动出击 但在探索的途中 发现了之前在村庄里碰到的那名玩家 这些人是在机会 她的最多人 我才是在机会 我还能打算 Oh my god Yes 这些人是在机会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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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需要五的 你不想做这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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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快赢拿到了 本局游戏的首杀 但俗话说得好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前一秒的猎人 下一秒就沦为了猎物 果然龙手玩家散布了 快赢龙刀的消息 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队友 来围剿快赢 好在那几人被掉落的装备吸 这才没有深追 快赢也抓紧利用这段时间 捕充金苹果 现在基本所有玩家 都是全套钻石装了 游戏将会越来越难 随后公平出现了龙手 被击杀的消息 击杀龙手的玩家 肯定正在铁装备 于是快赢决定杀个回马枪 对拼了几回和快赢发现并不是对手 好汉不吃眼前窥 快赢身安兵法 于是一路小跑摆脱了追击 随后来到沙漠地形 并在这里发现了一名躲藏的玩家 看起来很好欺负 但那只是表面现象 他实际上拥有一把传奇武器战争之稿 玩家可以通过叠加铁定 来提高他的锋利等级 而这名玩家的战争之稿锋利等级 已经是十几 但是快赢并不知道 就这样大意的快赢 在决斗中被淘汰 他的第一场大逃杀也以失败告终